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我们要讲到台版天堂M3月6号的更新内容 我只讲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本次开放了圣物觉醒的卡池 所以如果你要补卡的话,记得把圣物觉醒一下 第二个是女神祝福的系统 这个系统就是让你可以在死亡买趴后 选择是否要立刻回复HP MP 那你要消耗相对应的钻石 第三个就是召唤兽,他终于可以精简化啦 不用再占空间了 第四个是娃娃探险的一键领收一键探索功能 这个功能我只能说非常的好用 像我刚刚维护后一上线就一键领收一键探索 节省不少时间 再来我们看一下本周的其他重点 这礼拜有开放一个格力特的硬币补给箱 他这里面的硬币他可以制作的就是 先说的4000转红色妖魔啊 你只要买8个白的凭证就可以转化一个红色妖魔 如果上一档活动你没有拿到的话 这一档请好好把握 他的卡池还不错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周的周末制作 开放了一个非常难得的饰品制作 就是加七祝福的印章 这个印章升级活动在上一次开放 应该已经隔了好几个月了 这次再度开放了一定要好好把握一下哦 好以上就是本周台版的更新重点 大家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订阅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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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